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担心他会跑到这里报复 所以急忙赶回来了 幸好你们没事 我们 这里除了我还有其他人吗 话音刚落 李连昌的表情突然变得格外紧张 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抓住唐瑶的胳膊使劲摇晃 我老婆呢 你们没在一起吗 唐瑶瞥了一眼床上的人偶 脸上扫过一丝质疑和恐惧 故作镇定 你指的是那个东西吗 李连昌愣了一下 缓缓地转过头去 脸上的肌肉使劲抽动了两下 他张到嘴巴 喉咙里发出痛苦的嘶嘶声 突然表情猙瘾地看着前方 双手无处安放地捏紧拳头 好像对着另外一个人歇斯底里道 唐瑶震惊地看着他 瞬间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 似乎有些不知所措的磕巴刀 你 你说什么 我什么都没干 这里没你的事 李连昌一把将唐瑶推开 静止朝前面走去 双手仍然以握拳的姿势 行在胸前 仿佛抓着另一个人的衣领 额头上倾筋抱起 你这个混蛋 你这个混蛋 你对他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 紧接着更加不可思议地一声冷笑从他嘴里发出 李连昌脸上挤出几道讥讽的褶皱 无奈地摊了摊手 哎呀 你都看见了 是他死愿的 我可没有逼他上我的车呀 我们俩打了一个关于你的毒 他愿毒服输 谁让你来我了呢 他说完 脸上依然挂着不懈的笑意 你给我变嘴 李连昌的表情瞬间扭曲在一起 走到对面的位置 双手放在胸前不停地来回晃动 拳头越窝越紧 从发抖的嘴唇里挤出几个字 你这个人长 你杀了他 为什么不直接冲我来 唐瑶正要上前阻止 突然 李连昌的表情渐渐恢复了平静 再次发出一声冷笑 问你自己啊 他说得很明白 让你十分钟感动 如果你在五点钟之前到了 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了 这都是你的错 你太没有时间观念了 李连昌发了疯一样 看着床上的木偶跪倒在床前 手不停地垂在地上 直到渗出血来 他双眼通红地瞅向身后 突然站了起来 仿佛掐住了什么人的脖子 身体摇晃着扑倒在地上 一会儿扬倒 一会儿翻身跪地 一会儿向着掐人 一会儿又向着被人掐 你这个魔鬼 我今天就让你去给他陪葬 就算你是军阀的儿子 也没人救得了你 他们不管 我就亲自杀了你 一回数都抱怨他 你杀了我 你也一样犯罪吗 你永远都得不到自己消耀的 你这个失败者 李连昌在地上不停翻滚 好像在模仿不同的口气跟自己对话 你太自信了 你确定你的尸体能被人找到吗 完了告诉你 我准备把你欺在墙里 不出意外的话 你顶多会被判定为失踪逃犯 你这种人杀 你以为真正有人在乎你吗 他说完 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 突然 李连昌的身体剧烈地抽搐起来 眼睛发直 喉咙里发出可怕的声音 一下子晕绝了过去 唐瑶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都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身上 他茫然无措地看着躺在地上的李连昌 不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他 再看看身后的骷髅 直觉地认为他就是那个被掐死的人 李连昌像演戏一样 给他上演了一幕别开生面的情景剧 他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死了 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 捅了捅他蜷缩的身体 他还有很多话要问 你还好吗 李连昌的身体晃动了两下 依然没有清醒过来 唐瑶内心抓狂地看着他 目光扫到他身上被血运染红的一片烟红 不知该如何是好 你没事吧 忽然之间 李连昌手捂着脖子 好像十分痛苦地从昏迷中醒来 脸因为喘不上气而憋得通红 他筋疲力尽地躺在地上 眼睛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好像他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声音嘶哑地问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你家啊 唐瑶惊讶到 用手在他眼前晃了晃 李连昌狐疑地瞅了他一眼 平淡的表情里 却透出一种陌生的感觉 你怎么在这儿 这已经是你第二次问我了 唐瑶心里七上八下 眼前的李连昌就像变了一个人 从刚才的两人对话变成了一个完全他不认识的人 是吗 他有些警觉地避开他的视线 在房间里来回躲着步 看起来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突然回过头看着他 眼睛里凶光闭露 那个女人呢 你是说你老婆吗 她早就死了 你不知道吗 你说什么 李连昌仿佛再次被触动了什么开关 瞬间变得情绪失控 双手抓住他的肩膀 手指用力地扣进肉里 眼中闪过一抹从未有过的胸光 你把他藏哪儿了 唐瑶的心口紧缩了一下 不知道是吓得还是疼的 眼泪差点就涌出了眼眶 颤抖着声音说 他死了 我看过当年的眷族 他十五年前就死了 你为什么要隐瞒 他没死 伴随着李连昌的一声怒吼 他将唐瑶重重地甩到地上 一脚踢起旁边的凳腿 不偏不倚地砸中了墙里的骷髅 墙壁随之剧烈地震动了一下 几块墙皮松落下来 里面的骷髅仿佛受到了惊吓 身体不自觉地晃动了几下 好像要从墙里走出来一样 支挺挺地砸到了李连昌的脚下 刹那间散落一地 李连昌的眼中瞬间充满了血丝 不停在唐瑶和骷髅之间来回游移 突然目光凝在唐瑶身上 不过自己身上还在流血的伤口 样子十分猙獰地逼近他 唐瑶浑身机灵一下 拖着发抖的双腿向后退去 他从未见过这样的李连昌 此刻这副屈翘里 仿佛装着另外一个人 他甚至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他身上的杀气 唐瑶颤颤巍巍地指着 散落在地上的骨头 鱼无伦刺道 他是谁 他就是你口中十五年前 那个凶手对不对 李连昌没有回答他 反而更加恐怖地笑了起来 他是不是你杀的 你猜呢 李连昌的笑声戛然而止 眼神瞟过床上裸露的人偶 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我已经查过了 你老婆早就死了 为什么你要撒谎 说他还活着 那那个跟你说话的女人 到底是谁 唐瑶极力掩饰着自己的恐惧 可是 已经变调的嗓子 却出卖了他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剧 谋杀毕加索 改编自网易云阅读 蒙明小说 作者 雨晨 演播 喜道公子 由三十刻度制作 第172集 李连昌 李连昌眼角抽动了两下 没有接话 邪恶的样子 就像是唐瑶从未认识过他一样 你话太多了 我杀人的时候不喜欢跟女人废话 尤其是话多的女人 他脚步轻缓地向他靠近 就像在逗弄一只即将到手的猎物 脸上的表情一言难见 似乎在极力挣扎 不 你不能伤害他 突然 他的目光穿过唐瑶 又开始自言自语了 他跟这件事没关系 你把他放了 有什么事冲我来 你在开玩笑吗 我放了他好让他去找帮手 你们好一起过来对付我 被我抓来的女人 就别想再跑出去 今天就是他的死期 不 一阵刺耳的女声 从旁边传来 唐瑶差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样的声音 居然是从李连昌的身体里 发出来的 跟那个和他说话的女人 一模一样 而此时 他的表情 也早已变得柔弱了不少 你要找的是我 跟他没关系 宝贝 别急 你们呢 一个都跑不了 收拾完他 我再来找你 李连昌 李连昌如同变脸一样 在各种角色间来回转换 唐瑶嘟嗦着向后退去 再也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个人 就是他曾经熟悉的李连昌 你到底是谁 你不是李连昌 你是谁 大难连头了 你还在关心我是谁 看不出来吗 我呀 是要送你下地狱的人 至于其他的 你可以在那边慢慢琢磨 你 你为什么要杀我 唐瑶沿着墙壁一直后退 直到退无可退 他瑟瑟发抖地缩在墙角 像一只抓狂的猫 惊恐而愤怒地瞅着他 你就是那个变态杀人狂 我说的对不对 他再次咯咯咯地笑起来 笑声回荡在房间里 格外渗人 他捧起唐瑶的下巴 玩味地瞅着他 你说呢 你想跟他们死的不一样吗 唐瑶身体舒了一下 被他捏住的嘴唇 不停地哆嗦着 眼睛红得似乎就要流出眼泪 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当初问过你 你为什么要救我 我想你说的不是实话 我不想死得不明不白的 现在能告诉我吗 难道那个时候 你就想杀了我吗 不不不 宝贝 你误会了 救你的是李连昌 不是我 他说完 食指放在嘴边 比划了一下 我忘了告诉你 凡是知道我秘密的人 都不能活着走出去 你这么聪明 应该早就明白 好奇害死猫 他变态般的声音 在他耳边吹过 唐瑶的身体 猝不及防地打了个寒颤 不停地往后缩 突然伸手抓起一只烛台 朝着他的脑袋抡去 李连昌敏捷地往旁边一侧 脸上的表情 瞬间变得格外睁眼 不顾撕裂的伤口 飞身向他扑了下来 两只大手用力地 掐住了他纤细的脖子 唐瑶被他死死地 按在身下 已经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 手上的指甲 深深地欠紧他的肉里 一种无法形容的窒息感 很快席卷了他的身体 刹那间 仿佛全身的血液 都停止了流动 只有喉咙里 不停发出奇怪的声音 证明他还在无力地挣扎着 他眼睛突骨地挤出眼眶 感觉马上就要崩出血来 眼前渐渐变得模糊 那人猙獰的表情还在继续 咬牙切齿地瞪着他 连脸上的肌肉都在跟着颤抖 唐瑶绝望地看着棚顶 大脑中飞速地闪过几个 无数曾经熟悉的画面 手在地上胡乱地抓挠着 突然 他瞄到他的伤口 仿佛找到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手指拼命地够到 刚刚滚落过来的头盖骨 顺着眼前一抹模糊的红色 狠狠地砸了过去 你这个扯祸 随着李连昌一声惨叫 掐在唐瑶脖子上的手 瞬间松开 捂着肚子蜷缩在地上 脸上的五官瞬间揪在了一起 唐瑶一边喘着粗气 一边努力从地上站起 路过李连昌身边的时候 在他的伤口上 又狠狠地踢了一脚 你才是蠢祸 他沙哑着声音 骂了一句 接着 越过地上的窟窿 连滚带爬地逃出了 这个阴森诡异的房间 心脏不知不觉地 已经跳到了嗓子眼 黑暗中 他摸索着来时的路 跌跌撞撞地跑到楼梯口 那人撕裂般的声音 在他身后响起 你给我站住 你跑不掉了 他惊恐地回头瞅了一眼 身后出了伸手不见乌尺的黑暗 什么都看不见 只有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在告诉他 他马上就要抓住他了 他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慌乱中 他在楼梯上一脚踩空 几乎大头朝下的 从上面滚落下去 后面传来李连昌 呼呼地喘息声 他拖着摔肿的脚 不敢有片刻停留 一蹶一拐地向门口跑去 救命 救救我 他一边跑一边大声呼喊 守在门把手上使劲晃动 房门却仿佛被从外面锁住了一样 怎么也打不开 他索性用身子 向门上使劲撞去 一下 两下 三下 沉重的房门 始终无动于衷 你以为你今天还跑得了吗 李连昌的声音 突然在他身后响起 还没等他来得及反应 他已经一个掣肘 将他打倒 猝不及防地拖起他的双脚 在地上蹭着 向后退去 你放开我 这个老变态 唐瑶痛苦地挣扎着 身体在地上摩擦 手掌不知不觉 竟磨掉了一块皮 滑在地上 嘶嘶啦啦地疼 那钻心的感觉 就像他的恐惧一样 瞬间将他吞没 唉 挣扎只会让你更痛苦 识相的话 就老实一点 我会尽量下手快一点 不会让你受到那么多痛苦的 李连昌威胁似的低声沉吟道 直到把他拖到大厅中间 他才松开手 从腰间拔出一把 沾着人血的手术刀 唐瑶刚刚缓了一口气 突然感觉到 一把亮晃晃的东西 从自己眼前闪过 还没放松的心 再次纠结 拖着软塌塌的身子 向后蹭去 唐瑶 唐瑶 你在吗 这时 远处的房门突然震动了几下 随之传来不紧不慢的敲门声 唐瑶的话还没出口 李连昌已经一把捂住了他的嘴 任由他在地上手刨脚灯 过了一会儿 敲门声渐渐消失了 唐瑶努力想要挣脱他的束缚 可是 不管他使出多大的力气 却都无济于事 门外的声音 已经越来越远 停留在他心里最后的一次希望 也已经消失殆尽了 李连昌这才满意地松开手 手指在他颈尖的红印上 轻轻地摸缩了两下 似乎在找一个更合适的位置 唐瑶瑟瑟发抖地看着他 感觉到 他指尖冰凉的温度 就像是一双死人的手 让他的身体跟着机灵一下 突然他颤抖着张开嘴 两行眼泪 顺着脸颊躺了下来 几乎是在祈求他 求你 我 我还不想死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剧 谋杀毕加索 改编自网易云阅读 蒙明小说 作者雨晨 演播喜道公子 由三十刻度制作 第148集 看守自知自己失职 有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他皱着眉头 看了一眼唐瑶 心中暗骂着 他这盏不省油的灯 慌忙思索了一下 回答道 在他被移送到这里的这些天里 除了你们时不时地来审问过他之外 也就是萧记者来过一次 萧承 他来干什么 这个我不清楚 他们说话的时候 我都站得比较远 偶尔听到三两个字 也听不清楚他们在聊什么 你有看到萧承 给过他什么东西吗 没有吧 那倒是唐瑶啊 一直都对萧记者 推推桑桑的 他们俩貌似是吵了一架 吵架 他们之间有什么客吵的 难道萧承早就知道 他要自杀 还是 段景奇欲言又止 脸上扫过一抹复杂的神色 这时 李连称已经吩咐底下人 抬来担架 给唐瑶的身上 盖上了一层白布 就等段景奇接下来的安排 段景奇瞅了一眼 看见唐瑶那张清秀 消瘦的脸 彻底被遮了起来 想到以后世上 再也不会有这样一个人 心烦意乱到 尸体先放在法医室吧 时间以后再做处理 看着唐瑶被抬出关押室 段景奇的心里 却久久不能平静 唐瑶死得太过突然了 以至于让他连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不知不觉 竟然产生了一种挫败感 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对唐瑶有所冤枉 段景奇抬头 望了一眼牢房上的天窗 方块大小的孔洞里 透过星星点点的阳光 在这个潮湿阴暗的地方 也许世人待久了都会绝望 可是有一点让他感到意外的是 整个现场似乎是被唐瑶处理得非常干净 连他服毒后的药瓶或者纸包都没有找到 想必他已经为这件事准备了很久 这是他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而且他不想牵连任何人 不知道过了多久 段景奇重新返回警队 打起精神 继续着手安排逮捕刘强的事情 这才是现在的重中之重 他要在刘强离开燕京市之前 将他抓捕归案 首先就要封锁火车站 港口 以及通往外市的各个出入口 哪怕是条罪不起眼的小路 都要严加防守 直到处理完手头的一堆烂摊子 段景奇脸上才露出一丝无法掩盖的倦意 他独自摊坐在那张宽大的办公椅上 随意地抽出一支烟 飙在嘴里 打火机却在手里 啪哒啪哒地打开又合上 合上又打开 火苗忽闪忽灭 从他与唐妖认识到现在的场景 历历在目 似乎他的每一次举动 都能出乎他的意料 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菜鸟法医 到独挑大梁 再到成为杀人犯 甚至服毒刺激 所有的事情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他能清晰地记得 他每一次出丑的瞬间 每一次生气 每一次脸红 甚至是被关进监狱后 绝望的样子 只是他完全看不透 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他做的所有事情又有什么目的 从一开始的毒杀案 碎尸案 到碎脸案 人头周案 再到现在的人体坐中案 一起起 一桩桩 到底跟他有着什么理不清的关系 他点着手中的打火机 目光冷立地盯着那一小串炽热的火苗 许久没有松手 似乎想从中找到答案 仿佛那里有什么特殊的魔力 让他看着看着 竟然有些出神 忽然 橘黄色的火焰中 隐约映出了一张人脸 一张男人的似乎有些邪气的脸 他正忧心忡忡地向他走来 端景奇一惊 随即冷笑一声 拖着疲惫的嗓音 也遇到 你消息够灵通的 居然这么快就找来了 我听说 唐妖复毒了 到底怎么回事 萧承紧张的脸上挂着一丝焦虑 看起来并没有那么震惊 就是你说的这么回事 他死了 什么 他好端端的怎么会自杀呢 是不是你们对他做了什么 这句话应该我来问你吧 据我所知 你才是最后一个见过他的人 段景奇按着打火机的手突然松开 蹬的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绕到他面前 幽黑的眼睛紧紧盯着他 你到底给过他什么 萧承目光闪烁 故意躲闪开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我能给他什么 我早就说过了 他是他我是我 我们早就没有关系了 倒是你 他在看守所里待得好好的 你偏要把他送到这里 还说是什么 何时证据 难道他这些天理的异程 你们一点都没有察觉吗 你是在推卸责任吗 推卸责任的是你 现在好了 他死了 这回你满意了 段景奇气得脸色铁青 一把抓起萧承的衣领子 怒目而视 一半是气他 一半是气自己 怎么 你还想打人是吧 萧承撸起袖子 眼中布满红色的血丝 样子比任何时候都更吓人 段景奇苦笑一声 终究还是松开手 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就是试探一下 看来你是真不知道 萧承平复了一下情绪 心里依然忐忑不安 此刻他比任何人都后悔 给了唐瑶那些东西 段景奇不露声色地瞅瞅他 心里却不知不觉地 爬上了一分怀疑 他看似无意地问 不过 唐瑶去世的消息 我已经封锁在警局内部了 你是听谁说的 萧承本以为刚才的事 已经翻篇了 没想到他还有这么一手 瞬间僵了一下 随即冷着脸敷衍道 我这不是碰巧赶上了吗 你们警局上上下下都在议论这件事 还用谁特意告诉我 还没等萧承说完 段景奇突然目光如炬地穿过他 仿佛看着另外一个站在他身后的人 咬牙切齿道 唐瑶 你敢耍我 萧承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段景奇已经一把将他推开 带上人往法医室赶去 法医室里 解剖台上的尸体突然动了一下 刺眼的灯光 晃在他没有血色的脸上 唐瑶费力地睁开眼睛 身体还处于虚弱之中 他挣扎了几下 晃晃悠悠地从解剖台上爬起来 看到旁边已经准备齐全的解剖工具 不禁感到一阵后怕 幸好我设定的药效不长 否则再过一会儿 估计我就会眼睁睁 看着自己被开膛破肚 就算不想死 也得惨死在这儿啊 看到四下无人 唐瑶拖着麻木的双腿 滚下解剖台 膝盖跪在地上 上半身重重地向前砸到地面上 他看了眼门口 咬着牙 强迫自己站起来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有人回来 所以不管怎么样 他必须得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这是他现在唯一的机会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剧 《谋杀毕加索》 改编自网易云阅读 同名小说 作者雨晨 演播 喜到公子 有三十刻度制作 第二百零七集 萧承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你这个丧心病狂的东西 孙斌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 笑声充斥在狭小的房间里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我去了江淑凯的画室 然后呢 有一件事你一定想不到 可以说关于这一点 我们俩都错了 你说什么 我看到了江淑凯的话 我也知道了前两个死者不是你杀的 我们之前对你 确实有些误解 现在你终于承认人是他杀的了 可是已经晚了 如果让我重新选一次 我很可能会选择视而不见 因为到今天我才知道 想叫醒你们这帮蠢猪 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可是你弄错了他们的死因 也借用了错的地狱 你这个蠢货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怎么可能会搞错 别忘了你当初 就是这么给警方解释的 难道你再故意误导警方 还是说事到如今 你还想替他开脱 你想多了 我没有那么多泛滥的同情心 也没有故意误导谁 实际上 我也被误导了 你可能根本想不到 在江淑凯所有的话里 甚至会出现跟死亡现场 一模一样的场景 只是那是我们原本熟悉的 十八层地狱 跟弹钉没有半点关系 我们都把问题想复杂了 不可能 他的话那天晚上我都见过 如果有 我怎么会不知道 你当然不会知道 准确地说 那是被他抛弃的话 如果没有他妻子暗中收藏 谁也不会再见到 所以 你就是从这里 才开始怀疑我的 可以这么说 不过 如果非要说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想是在 高电英的自杀现场 你不觉得他死得 太是时候了吗 而且把所有的杀人证据 陈列得整整齐齐 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一样 孙斌冷笑一声 此时他正挥着手里的尖刀 笑嘻嘻嘻地向他们走来 眼神中透着一股阴寒 既然你这么厉害 那你猜猜 我接下来想要干什么 萧承猜到 他早晚要对付他们 只是没想到 他这么耐不住性子 额头早已经渗出 一层细密的汗珠 他抢装镇定地 朝他摆摆手 等等 在我死之前 还有几个问题想问清楚 孙斌刚开始脸色一僵 接下来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随即笑了起来 爽快答应道 好啊 反正你也要死了 我满足你 这可是你说的 你以为我会欺骗你 这半个活死人吗 放心 我会尽量满足你的好奇心的 好 我的问题很简单 我想知道 你为什么要杀你的未婚妻 高雅兴 萧承开门见山 问得孙斌根治一愣 他继续道 江书凯或许是偶然 高电英我也可以理解 可高雅兴对你不离不弃 你为什么要杀他 不离不弃 他背叛我 他想跟他那个养父一起去警局举报我 这也就不离不弃吗 我在世上行走半生 从没对什么人产生过感情 可他是个例外 他是我唯一的职称 我爱他胜过爱我自己 如果连他都背叛我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所以你宁愿杀了他 可是我错 我大错特错 没有他 就算我活着 也如同行尸走肉一样 你确实是错了 许久没有张口的唐瑶 突然插话 他并没有想要背叛你 你书页上的那张纸 是我在高雅兴的衣兜里找到的 如果我没猜错 那是他在和高点英争执的时候 撕下去的 为的就是要掩护你 你说什么 你撒谎 孙斌脸上的肌肉剧烈抽动着 一张脸简直快要皱到了一起 我明明看见他们在一起 他看着我的样子那么慌张 他分明是准备好了要揭发我 被我发现好 才会那么震惊的 高点英说你配不上他 你果然配不上他 你太不了解他了 也许他对你是失望大于憎恨 他这样的人 不知道做了多久的心理斗争 才会下定决心 要跟你沆瀣一切 但是你却没有给他 一个解释的机会 你太爱你自己了 不 你给我闭嘴 这个该死的老东西 孙斌用刀指着他 此事的他 已经濒临崩溃 一定是他们和谋好了要害我 一定是这样 没想到事到如今 你还是这么固执 承认自己错了就这么难吗 唐瑶摇了摇头 他想起自己对高点英的尸检结果 面对有些事情 突然恍然大悟 怪不得我在高亚新和高点英的身体里 都检测到了麻醉剂 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凶手 要用这么繁琐的手段去杀人 现在想想到容易多了 如果我没猜错 在杀害高亚新的同时 你已经给高点英注射了麻醉剂 因为你需要同时制服两个人 而且论实力而言 你并不是高点英的对手 所以你必须要麻醉他们 才能达到目的 我说的没错吧 孙斌瞥了他一眼 没有正面回答 从牙缝里恶狠狠地挤出几个字 你确实是个老狐狸 这么说 高亚新去警局作证的事情 也是假的了 萧承追问 孙斌没有说话 冷冷地瞅着他 就像在看一只可恶的带仔高阳 唐瑶却摇了摇头 也不尽然 那天之后我在江淑凯的身体里 发现了本海索与三弗拉琴 这两种药物结合使用 可以在短时间内 让人的体温上升 也就是说死者的死亡时间 要比我们推测的时间提前 也就是在九点左右 所以他的不在场证明 没有任何意义 你知道的还真多啊 对于江淑凯 我根本就没想杀他 是他逼我的 他把我演到画室 用枪砸我的头 说过我不杀他 那天死的就是我了 他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我告诉所有人 他是杀人犯 可是根本没人信我 你们都因为他的地位 先入为主地偏袒他 孙斌冷笑一声 说着他愤怒地指向萧成 都是因为你 给我出什么鬼主意 让我暗中跟踪他 结果却被他套了进去 我现在这副人不人 鬼不鬼的样子 都是你害的 萧成的心里不自觉地 闪过一丝愧疚 早知道 他是这么烂泥 扶不上墙的东西 当初我说什么 也不会选择帮他 萧成无奈地叹了口气 意味深长地瞅着孙斌 所以你杀人之后 就想到了你现在的计划 要把他炸获给高电音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剧 谋杀毕加索 改编自网易云阅读 同名小说 作者雨晨 演播喜道公子 由三十刻度制作 第二百零八集 有了萧成好话 孙斌冷笑一声 不然呢 在这场游戏里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左下那天晚上 我听到了他和江书凯 内外勾结的事情 是他自己不检点 所以才给了我这个机会 如果我落到他手里 他一样恨不得弄死我 像我这样的小人物 他碾死我就跟碾死这蚂蚁一样简单 所以当那只弱小的蚂蚁被激怒 他就会变得像白蚁一样 埋伏在谁都看不见的地方 一点一点的摧毁掉那些 他自认为伤害过自己的东西 是这样吗 孙斌默默地点了一支烟 白色的烟雾后 映出他此刻崇辱不惊的脸孔 他目光阴森地瞅着他们 你说都对 本来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没想到你们又冒出来了 很遗憾啊 你们是我要摧毁的最后一个敌人 我今天就送你们这对同性恋 一个跟江苏凯一样的大礼 让你们尝尝没放血的滋味 说完 孙斌控制不住地大笑起来 唐瑶浑身机灵一下 萧承牵住他的手 对孙斌怒目而视 你休想 我们走 谁知 唐瑶却挣脱了他 一脸不想拖累他的样子 无奈道 我走不了了 你快走 萧承一愣 低下头 才发现唐瑶的脚下 被铁链绑着 他用力猛砸 却始终无济于事 别怪我 你快走啊 别浪费力气了 你们今天谁也跑不了 话音刚落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突然咔哒一声 萧承感到脚踝一阵刺痛 瞬间被什么东西固定住了 下一秒钟 他只感到头重脚轻 一股无法控制的力量 将他紧紧地牵了起来 等他再次睁开眼睛 已经被倒掉在了半空中 此时孙斌在他们眼里 却已经成了一个倒立的人 正在墙边用力地绑着绳子 萧承一阵眩晕 身体在空中晃来晃去 血液充斥在炉顶 脸被涌出的血 胀得通红 而唐瑶死时 就在他对面 也被吊了起来 你这个臭伤 有什么冲我来 把他放了 萧承大喊 孙斌缓缓地向他们走来 脸上露着似有若无的笑意 他来到唐瑶身边 故意将冰凉的刀尖 在他脖子上滑动 散发出一股血腥的味道 对啊 我改变主意了 让你们就这么死了 未免太便宜你们了 我听说人如果一直 保持倒掉姿态的话 全身的血液都会流向大脑 不出一天 你们就会因为 颅内血压过高 而引起血管暴力 从而导致脑出血而死 说完 孙斌用刀背 在唐瑶脸上 轻轻滑了一下 笑嘻嘻地说 我说得没错吧 李法医 唐瑶已经吓得没了活 不知不觉一滴眼泪 顺着脸颊躺了下来 孙斌宁笑一声 替他把脸上的泪水擦干 没想到你这个大老爷们 还挺爱哭的 放开你的手 你这个闹肿 萧承使劲晃动着身体 企图用身子撞向他 将他的注意力 从唐瑶身上引开 你一个连女人都保护不了的废物 居然还有脸来吓唬我们 难道你就没有想过 你又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死吗 你为了自己出人头地 连自己的未婚妻都要杀死 你才是最该下地狱的人 不 我并不想害他 我是想出人头地 可是我只想通过这样的方式 让他过上舒服的日子 让高点营瞧得起我们 仅此而已 可是你终究 还是被这个念头给吞没了 他让你忘了你最初的目的 难道你现在 还认为你这么做 是为他好吗 萧承一边拖延着时间 眼睛一边描向窗外 心里却在暗自气恼 为什么这么久了 段静齐这个家伙还没有赶到 难道我排去报信的人 半路被人劫持了 然而此时 孙斌已经彻底被萧承激怒了 他慢慢地靠近他们 脸上露出阴险的坏笑 突然他蹲下身子 捡起地上的一根蜡烛 将他缓缓地放倒在他们头顶下面 接触到地板的瞬间 火苗顿时连成一片 没多大一会儿 房间里已经浓烟滚滚 炽热的火焰烘烤烤着他们 眼看就要撩到身上 呛得他们睁不开眼 孙斌的笑声还在房间里回荡 身影渐渐消失在了浓烟里 你还好吗 唐瑶咳嗽了两声 尽量屏住呼吸 还能停一会儿 你呢 我们不会就这么交代在这儿吧 我也不知道 运气好的话 希望我们还能脱生到同一个地方 你后悔吗 我从来不知道后悔两个字怎么写 唐瑶犹豫了一下 突然面露难色 只是一个记者 一个法医 就这么死在这儿 这么大的新闻 不知道你那帮同事会怎么写 如果你能活着出去 一定记得 让他们给我写得好一点 照片就算了 我不想我这副样子出现在报纸上 放心吧 如果我能有幸活着 给你写报道的一定是我 我会找个病医师傅 给你好好地化个妆 才拍照的 两人相识苦笑 不知道 不知道过了多久 萧承用尽最后一丝残存的气息 呼唤着唐瑶的名字 可是 他却再也没有回答 一切就这样结束了 看着唐瑶那副连死都不能摘下的面具 萧承的脸上滑过一丝泪痕 对于某些人来说 当他们用力拥抱生活的时候 命运 却总是在玩世不恭地戏弄他们 不幸的是 他们最终都没有抗争得过命运的枷锁 地狱之门 已经向他们敞开 而幸运的是 他们可以死在一起 如果运气再好一点的话 段景奇应该会以劣势的名义 给他们举办一场 别开生面的追思会 意识到这里 萧承似乎闻到了花香 感觉大捧大捧的菊花围绕着他 他看到了往日里 那些熟悉的面孔 或真诚或造作地抹着眼泪 他甚至看到 有人在偷偷地笑 段景奇旁若无人地念着道词 没有一丝歉意 突然 萧承眼前一片黑暗 感觉自己被人抬了起来 似乎正在走向某个叫做 脸尸炉的地方 接着 他浑身僵硬地抽动着 他想呼喊 可是没人听见 大家都像在例行惯例地 完成一项任务 分别做着自己的事情 仿佛把他送进去 他们就大功告成了 萧承想大声呼叫 可是炽热的火焰包围着他 渐渐地 他变得不能呼吸 腿开始不听使唤的抽搐 紧接着 黄白色的菊花在他眼前 变成了一堆幻影 慢慢地 它们变成一片片火红的颜色 露出了另外一种形状 是彼岸花 萧承心里一惊 正想转身逃跑 却发现 孟婆举着汤腕 面目猙獰地 站在他的身后 他拼命跑 拼命跑 突然 萧承猛地 我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 躺在白色的床单上 周围一片惨白 毫无生气 这时他看到 眼前一个 模糊的背影 注立在窗前 吞云土雾似的 一口口吸着烟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剧 谋杀毕加索 改编自网易云阅读 冯明小说 作者 宇晨 演播 喜道公子 由三十刻度制作 第一百四十九集 唐瑶强挺着 撑起身子 几乎是拖着腿 蹭到了门口 刚想开门 突然听到外面传来 砸塌的脚步声 他探着头 小心翼翼的 看了一眼 发现断景琪 正带着人 气势汹汹的 朝这边走来 他急忙缩回脑袋 瑟瑟发抖的 躲在门后 我不知道他 有没有注意到我 唐瑶回头 看了眼 空旷的解剖室 再往里去 就是停尸房 他似乎已经 无处可逃了 他紧紧的 贴在门上 浑身无助地 哆嗦起来 这时 在他身后 突然伸出来 一只手霾 一把抓住了 他的胳膊 他醒咯噔一下 惊恐地转过头去 发现竟然是 李连昌 原来他一直都在这儿 难道他在侵蚀我 还是一开始 我就被人看穿了 大家只是陪我 玩一场无聊的游戏 唐瑶的心里 画上了一个 大大的问号 跟我来吧 李连昌 面无表情地说着 唐瑶不禁犹豫了一下 快点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法医室里有个后门 几乎没人知道 你可以从那里逃出去 说着 他扔给唐瑶 一件男人的长袍 还有帽子 赶紧换上 否则被人发现 你就要死无丧身之地了 唐瑶惊讶地看着李连昌 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可是他来不及多想 脚步声已经到了门口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只要能活命 就算是下水道和毒蛇窝 他也愿意钻 他已经堵了这么久 不差这最后一次 而现实是 他已经无从选择了 唐瑶匆忙换好衣服 跟着李连昌跑进停尸间里 围在他周围的是 满眼摆放尸体的四方形格子间 他一下子蒙住了 愣愣地看着李连昌 这 我们往哪儿跑啊 这时 李连昌不等唐瑶问完 已经拉开靠在墙角 最里面的一扇门 回头看着唐瑶 走这里 快进去 这扇门后面是打通的 里面有条地道 可以一直通到警局后院 唐瑶愣了一下 这里是个死角 似乎确实不曾放过尸体 平时根本没人注意 他犹豫着爬了进去 一股冷气扑到他的脸上 冻得他四色发抖 之后 李连昌也跟着爬了进来 当铁门被关上的那一刻 他清楚地听到 段景奇已经带着人闯了进来 冷汗瞬间打湿了他的后背 唐瑶从没想到过 有朝一日 自己会躺在这里 四周是冰冷的铁片 连喘口气 都会瞬间结成霜 他清洗的手不敢乱动 只能半躺着身体 匍匐着向前挪动 因为在这里 一不小心 就会被铁皮伤的冷霜 撕掉一层皮 他在里面小心翼翼地蠕动着 生怕发出一点声音 隐约还能听见 段景奇在外面大发雷霆的吼声 隔着铁门 他都能够想到 他会是怎样一张冰山脸 现在 他的脸一定是冷到了极点 如果他此刻出现在他面前 说不定 会被他身上 咄咄逼人的阴冷气息 一下子冻死 不知道过了多久 直到他们从里面钻出来 穿过一段长长的地道 李连昌才将他带到了后院 一片无人打理的荒地上 刺眼的阳光 晃到了他的脸上 看守所里 待得久了 唐阳已经好长时间 没有见过这么浓烈的日光了 他不习惯地用胳膊遮了一下 却看到远处 早已停好了一辆 破旧的私家车 李连昌小心地瞄了一下周围 打开车门催促道 快进去啊 这一次 唐阳没有再多地怀疑 二话不说 就爬了进去 李连昌将车开出了很远 两个人一路无话 唐阳目然地看着窗外的街道 突然开口问 你为什么救我 看不出来吗 当然是在帮你了 你怎么知道我没死 李连昌不紧不慢地 从兜里掏出几个药瓶 递到的手里 你忘了这个 这是我在案发现场发现的 你这点把戏骗不了我 我从医这么多年 活人死人都看过不少 但是像你这样的我还是第一次见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唐阳握着药瓶的手 有些发抖 急忙将它们揣进了兜里 你不用藏了 李连昌目视前方 却早已经察觉到了唐阳的动作 如果我没猜错 你那三个药瓶里应该分别装的是 绿饼琴 泰涕钉 和义饼琴 吃完之后会让人处于一种假死的状态 但是实际上 这是一种很危险的药物 也不小心就会有生命危险 我毫不夸张地跟你说 你是在赌命 我已经严格控制了药量 并且只将时间控制在两个小时之内 我也很担心一觉醒来之后 我发现自己在解剖台上 已经被人大谢八块 那我可真是自己找死了 李连昌附和着笑了笑 脸上的肌肉不似觉得抽动着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今天尸检的人不是我 或者这些东西落在了段井棋手中 会怎么样 我想不了那么多 反正都要死 我不如赌一次 你看 我这不是赢了吗 我就知道 你这样的人不会这么轻易就死了 这一点我都挺佩服你的 连这种手段都想得出来 我又没犯罪 当然要跑了 我可不能稀里糊涂背上这个罪名啊 继续留在那 我只会白白送死 段井棋根本就不相信我 要想找到真凶 只能靠我自己了 李连昌笑着瞅瞅唐摇 没说什么 又看了一段路 忽然发现 在离他们不远的路口处 停了一辆警车 旁边的警员正在拿着画像 一个个地搜查 路过的行人和车辆 李连昌眼疾手快 倒转车子 静止拐下了后面的一条 狭窄的胡同里 唐摇吓出了一身冷汗 紧张地看着李连昌 我们现在去哪 李连昌瞟了一眼后视镜 发现没人跟来 才从胡同里绕了出去 他瞅瞅惊魂未定的唐摇 压底语气说 现在段井棋 指定在全城搜捕你 想出城市不可能了 你就躲到我家吧 可这方便吗 一想到自己戴罪之身 唐摇不免有些犹豫 没什么不方便的 可是我 别可是了 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实在过意不去 日后你沉渊得雪 飞黄腾达了 可以慢慢谢我 唐摇勉强笑了笑 没再多说什么 过不多时 李连昌将车子停在了一栋破旧的洋楼前 三层的欧式建筑 复古又不是洋气 独立在其他住宅之外 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神秘气息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剧 《谋杀毕加索》 改编自网易云阅读 宏宁小说 作者宇晨 演播 喜道公子 由三十刻度制作 第一百集 刘柯不屑地瞟了段景奇一眼 那都是你的猜测 你看到我杀人了吗 没有证据 你凭什么说我杀人 很简单 我们只要对比一下指纹 就能确定了 看你到时候还有什么话说 段景奇说完 给李连昌递了个眼色 一百一 这个你来告诉他 这是 李连昌贴到他耳边 小声提醒道 我检查过了 锤子上面并没有指纹 当时锤子埋在土里 可能把指纹破坏掉了 段景奇的脸色 瞬间变得有些僵硬 刘柯看着他 轻轻乐乐一下 好 这个问题我先姑且放在一边 你的同学中和和于小曼 是怎么回事 据我所知 中和上周就失踪了 两天前于小曼也失踪了 刘柯愣了一下 随即目光躲闪地说 我不知道 我跟他们不熟 段景奇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不动声色道 好 那我提醒你一下 上周我们在 汉江路35号农贸市场后侧 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 年龄在十六七岁上下 分头 身高一米七二 左手臂上有个麒麟纹身 你对这个人有印象吗 他好像是中和吧 我还以为你要否认呢 然后两天前 我们在黄平区建安东路 一百零五号吉祥货站后侧的 临时货舱里 又发现了两具 已经被放在锅里煮成周的女性尸体 其中一个年纪跟你差不多 身高一米六 长发 涂着红色的支架油 你对这个人 有印象吗 刘柯抬眼看了看她 摇摇头 没说话 断颈其手指敲着桌子 强压着自己的暴脾气 好 我告诉你 据我们了解 被主的这个女生 无论是从身高年纪 还是支架油的颜色来说 都跟失踪的于小曼非常吻合 所以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相信 你们班上失踪的钟和和于小曼 就是人头周暗的受害者 刘柯始终一言不发 听他说完 象征性地点了点头 我说了这些 你还能如此平静 是不是你早就知道他们死了 断颈其越发地有些看不透这个 看似文弱的女孩 面对着她的逼问 她居然有着跟年龄不符的沉着与冷静 刘柯定定地看着她 如果我说我不知道 你会相信吗 你觉得我应该相信吗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我 就算我没杀他们 你也会诬陷我 因为你根本就破不了案 你抓不到凶手 段颈其火帽三丈 蹬的一下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如果不是因为她眼前的这个人 是个未成年的小女生 恐怕此刻她已经仰面朝天地倒在地上了 你以为我会无缘无故就怀疑你吗 我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 你平时跟这两个同学关系非常不好 你们还发生过争执 中和和于小曼经常欺负你 肾柴打过你 所以你非常恨他们 一怒之下把他们杀了 你完全有作案动机 我说的没错吧 证据呢 你这还是猜测 拿什么证明是我杀了他们 还要我说的更清楚吗 尤其是那个叫于小曼的 他曾经跟其他人说过 怀疑你杀了中和 而且他要调查你 结果当天晚上他就死了 你怎么解释 光晴这个也不能证明 我就是杀他的凶手 因为我跟他关系不好 所以他才会诋毁我 刘柯被锁在椅子上 脸变得通红 嘴上却相当凌厉 断颈其眼角的肌肉 微微抽动了两下 眼睛里划过一抹寒光 年纪不大 你还真是巧言令色呀 看来你是想跟我 硬扛到底是吧 那好 我再换个问题问你 为什么昨天晚上 我们赶过去的时候 你会在杀人现场 你是怎么知道那里的 刘柯看着他 脸上的表情 微妙地变化了一下 他身子向前一倾 神神秘密地说 我当时 才跟踪一个可疑的人 不知不觉就跟到了那里 胡说八道 你一个女孩 大晚上去跟踪别人 姑且不说这个人 是不是你编的 大街上那么多人 你是怎么怀疑到他 又是怎么想到 要去跟踪他的呢 刘柯露出一丝惬意 仿佛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因为我跟他打过不止一次交道 这个人威胁过我 兵器一直在纠缠我 我怀疑 这个人就是你们要找的 真正的凶手 你跟他打交道 你怎么会认识他 因为我无意中 看到他杀人了 我不知道他杀的是谁 但我看到他在碎尸 当时仓库里特别的很 我看到一个人影 蹲在地上 气喘吁吁地挥着斧头 刘柯说着 肩膀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好像那个人真的出现了一样 你在什么地方看到的 就在 长溪屋里弄的一个 非旧仓库里 段景琪心里一惊 这不就是燕京市 第一次出现 人头周案的案发现场吗 他怎么会知道的 如此清楚呢 现在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 我眼前的这个女孩 就是凶手 要么 她是重要的目击证人 你一个女孩 怎么会跑到那个地方 当时仲和追我 她想欺负我 我无意当中躲到了那里 正好 撞到她杀人 你看到那个人 长什么样子了吗 我看到了 她身上套着 像羽衣一样的东西 带着一顶鸭蛇帽 鸽子不高 是个男的 看着像个大人 脸上 脸上 然后她转过脸 半张脸挡在阴影里 眼神像刀子一样 她看到我了 她看到我了 刘柯开始变得语无伦次 情绪异常激动 几乎要从椅子上跳下来 几名警员上前按住了她 断颈其追问 那之后呢 之后 之后我跑了 我一口气跑到了家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然后她就开始纠缠我 她知道我上哪个学校 最尾个座位 我家里几口人 她什么都知道 刘柯说着 坐立不安 仿佛想要找个地方藏起来 拖着椅子 在地上直蹭 看着我 这里是警察局 她不敢把你怎么样 段颈其伸出手指 在她眼前晃了晃 继续问 她之后 找你做过什么吗 刘柯回过神来 眼神迷茫地盯着她 一开始并没有 可是过了两天 我突然在书桌里 发现了一张纸条 上面说 我看到你了 在那个碎尸县场 我就知道一定是她 之后她就经常骚扰 我通过各种方式 给我留纸条 有的时候 只有一个地址 告诉我什么时候过去 她还威胁我 说我如果不过去 她就杀了我全家 有声剧谋杀毕加索 改编自网易云阅读 彭名小说 作者宇晨 演播喜道公子 由三十刻度制作 第149集 唐瑶强挺着 撑起身子 几乎是拖着腿 蹭到了门口 刚想开门 突然听到外面传来 杂踏的脚步声 她探着头 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 发现断井骑 正带着人 气势汹汹地 朝这边走来 她急忙缩回脑袋 瑟瑟发抖地 躲在门后 我不知道 她有没有注意到我 唐瑶回头 看了眼 空旷的解剖室 再往里去 就是停尸房 她似乎已经 无处可逃了 她紧紧地贴在门上 浑身无助地 哆嗦起来 这时 在她身后 突然伸出来一只手埋 一把抓住了 她的胳膊 她心咯噔一下 惊恐地转过头去 发现竟然是 李连昌 原来她一直都在这儿 难道她在监视我 还是一开始 我就被人看穿了 大家只是陪我玩一场 无聊的游戏 唐瑶的心里 画上了一个 大大的问号 跟我来吧 李连昌面无表情地说着 唐瑶不禁犹豫了一下 快点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法医室里有个后门 几乎没人知道 你可以从那里逃出去 说着 她扔给唐瑶一件 男人的长袍 还有帽子 赶紧换上 否则被人发现 你就要死无丧身之地了 唐瑶惊讶地看着李连昌 不知道她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 可是 她来不及多想 脚步声已经到了门口 对于现在的她来说 只要能活命 就算是下水道和毒手窝 她也愿意钻 她已经堵了这么久 不差着最后一次 而现实是 她已经无从选择了 唐瑶匆忙换好衣服 跟着李连昌跑进停尸间里 围在她周围的是 满眼摆放尸体的四方形格子间 她一下子蒙住了 愣愣地看着李连昌 这 我们往哪儿跑啊 这是 李连昌不等唐瑶问完 已经拉开靠在墙角最里面的一扇门 回头看着唐瑶 走这里 快进去 这扇门后面是打通的 里面有条地道 可以一直通到警局后院 唐瑶愣了一下 这里是个死角 似乎确实不曾放过尸体 平时根本没人注意 她犹豫着爬了进去 一股冷气扑到她的脸上 冻得她四色发抖 之后 李连昌也跟着爬了进来 当铁门被关上的那一刻 她清楚地听到 段景奇已经带着人闯了进来 冷汗瞬间打湿了她的后背 唐瑶从没想到过 有朝一日 自己会躺在这里 四周是冰冷的铁片 连喘口气 都会瞬间结成霜 她清洗的手不敢乱动 只能半躺着身体 匍匐着向前罗洞 因为在这里 一不小心 就会被铁皮上的冷霜 撕掉一层皮 她在里面小心翼翼地蠕动着 生怕发出一点声音 隐约还能听见 段景奇在外面大发雷霆的吼声 隔着铁门 她都能够想到 她会是怎样一张冰山脸 现在 她的脸一定是冷到了极点 如果她此刻出现在她面前 说不定 会被她身上咄咄逼人的阴冷气息 一下子冻死 不知道过了多久 直到他们从里面钻出来 穿过一段长长的地道 李连昌才将她带到了后院 一片无人打理的荒地上 刺眼的阳光 晃到了她的脸上 看守所里 待得久了 唐阳已经好长时间 没有见过这么浓烈的日光了 她不习惯地用胳膊遮了一下 只看到远处早已停好了一辆破旧的私家车 李连昌小心地瞄了一下周围 打开车门催促道 快进去啊 这一次 唐瑶没有再多的怀疑 二话不说 就爬了进去 李连昌将车开出了很远 两个人一路无话 唐瑶默然地看着窗外的街道 突然开口问 你为什么救我 看不出来吗 当然是在帮你了 你怎么知道我没死 李连昌不紧不慢地 从兜里掏出几个药瓶 递到的手里 你忘了这个 这是我在案发现场发现的 你这点把戏骗不了我 我从医这么多年 活人死人都看过不少 但是像你这样的我还是第一次见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唐瑶握着药瓶的手 有些发抖 急忙将它们揣进了兜里 你不用藏了 李连昌目视前方 却早已经察觉到了唐瑶的动作 如果我没猜错 你那三个药瓶里应该分别装的是 绿饼琴 嗨涕钉 和义饼琴 吃完之后会让人处于一种假死的状态 但是实际上 这是一种很危险的药物 一不小心就会有生命危险 我毫不夸张地跟你说 你是在赌命 我已经严格控制了药量 并且只将时间控制在两个小时之内 我也很担心一觉醒来之后 会发现自己在解剖台上 已经被人大卸八块 那我可真是自己找死了 李连昌附和着笑了笑 脸上的肌肉不自觉地抽动着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今天尸检的人不是我 或者这些东西落在了段井棋手中 会怎么样 我想不了那么多 反正都要死 我不如赌一次 你看 我就不是赢了吗 我就知道 你这样的人不会这么轻易就死了 这一点我都挺佩服你的 连这种手段都想得出来 我又没犯罪 当然要跑了 我可不能稀里糊涂背上这个罪名啊 继续留在那 我只会白白送死 段井棋根本就不相信我 要想找到真凶 只能靠我自己了 李连昌笑着瞅瞅唐摇 没说什么 又开了一段路 忽然发现 在离他们不远的路口处 停了一辆警车 旁边的警员正在拿着画像 一个个地搜查 路过的行人和车辆 李连昌眼疾手快 抱着车子 静止拐下了后面的一条 狭窄的胡同里 唐摇吓出了一身冷海 紧张地看着李连昌 我们现在去哪儿 李连昌瞟了一眼后视镜 发现没人跟来 才从胡同里绕了出去 他瞅瞅惊魂未定的唐摇 压底语气说 现在段井棋 指定在全城搜捕你 想出城市不可能了 你就躲到我家吧 可这方便吗 一想到自己戴罪之身 唐摇不免有些犹豫 没什么不方便的 可是我 别可是了 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实在过意不去 日后你沉渊得雪 飞黄腾达了 可以慢慢谢我 唐摇勉强笑了笑 没再多说什么 过不多时 李连昌将车子 停在了一栋破旧的洋楼前 三层的欧式建筑 复古又不失洋气 独立在其他住宅之外 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神秘气息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剧 《谋杀毕加索》 改编自网易云阅读 红明小说 作者 宇晨 演播 喜道公子 由三十刻度制作 第150集 唐摇跟着李连昌 走进内宅 一楼的大厅里 迎面摆着年代久远的红木桌椅 墙上贴了不少名人字画 整个房子古香古色 别有一番味道 只是因为年代久远 高耸的棚顶 有些阴暗发黑 反倒显得这里像个地窖 丝丝缕缕的阳光 透过发黄的玻璃窗 斑驳地罩在地面上 整个房子因为长时间没人打理 看起来不免有些破败 临近厅堂里侧 蜿蜒着一条已经开始腐朽的木制楼梯 一直通到顶楼 突然 唐摇的目光落在墙边的一个红色铁盆上 眼皮不自觉地跳动了两下 他张张嘴 还没来得及多问 李连昌已经注意到了他的异样 随后走过来 看着湿漉漉的墙面 尴尬地笑了笑 老房子 有点漏雨 你不会介意吧 平时还好 就是最近雨水太多 一直没有时间修 唐摇笑笑摇了摇头 看着房间里的老师摆设好奇道 这房子肯定年头挺久了吧 确实挺久了 说起来呀 这房子还是清末的时候留下的 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 对它有感情了 虽然离市区远了点 但也一直没舍得搬走 住这么大的房子 你家里以前应该很有钱吧 这时 李连昌的脸色突然一变 仿佛被触动了什么开关一样 抹了抹额头上的汗珠 敷衍道 记不清了 那时候我还小 只知道家里摊上了什么大事 有一天早上醒来之后 突然之间发现这里 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唐瑶还想问什么 李连昌已经推开挨着楼梯里侧的一道房门 回头瞅了瞅他 这里是客房 你暂时就住这儿吧 出了这么大的事 警局里一定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我还得回去处理一下 毕竟你的尸戒是由我负责的 李连昌说到这里 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唐瑶抱歉地点了点头 好 今天真是给你添了大麻烦了 李连昌拍拍他 没说什么 竟只走出了大门 此时 累得够呛的唐瑶 来不及四处打量 直接卸去了浑身的束缚 一下子倒在床上 回想着今天这戏剧性的一切 不知不觉 竟然迷迷糊糊地昏睡了过去 梦里还在重复 做着白天的事情 他时不时地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经过一阵辗转反侧之后 终于睡熟了 房间里静得只能听见他 不慎均匀的呼吸声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突然感觉 自己的房门 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一股阴冷的空气 钻进了他的被子 他挣扎着张开眼睛 悚然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 向他走来 他的脸很白 白到没有一点血色 就好像 一个死人 他的身体在被子底下 不住地颤抖 女人慢慢地来到他的床边 俯身压在他身上 鼻息不偏不倚地 正好喷在他脸上 他看起来很冷 连呼吸都带着白霜 他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 装作毫不知情地躺在那里 一动不敢动 过了许久 女人突然坐在床上 扯动了一下被子 直挺挺地倒在了他旁边 一动不动 唐妖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她挣扎着想要坐起来 却不小心在慌乱中 碰到了女人的手指 一种刺骨的冰冷 传进她的身体 她瞬间将手缩了回去 心跳得就像快要停拍了一样 突然 那个女人像被触动了什么机关 一下子从床上翻身跃起 腹压在唐妖身前 唐妖惊恐地睁大了眼睛 胸口瞬间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样 脑袋嗡嗡作响 这时她才发现 自己根本动弹不得 她想尖叫 可是嗓子却仿佛被棉花堵住了似的 瞬间失声 她憋得满脸通红 黑暗中 两个人四目相对 她能清晰地感觉到 来自于她身上的那种冰冷 你是什么人 唐妖勉强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女人不说话 喉咙里发出恐怖的声音 我没认识吗 她还是不说话 你不会是 啥巴巴 女人离开嘴 摸了摸挡在恶贤的碎发 却不回答 唐妖站立地躲在被子后面 借着昏暗的光线 她看到了那张 猙獰的面孔 仿佛正在经受什么痛苦 那一刹那 她感觉自己 瞬间被窒息了 因为她清楚地看到了那张脸 那分明 就是她自己 一个已经死了的她 可是贴近之后才发现 她在看着她哭 哭声十分纤细 悲腕中带着一丝诡异 她似乎想要取代她 或者是把她带走 唐妖憋足了全身的力气 猛地推了她一把 这时 她突然睁开眼睛 大口地喘着粗气 发现自己躺在大片的黑暗中 身体依然在控制不住地颤抖 她这才意识到 自己刚刚做了一个梦 一个仿佛真实发生过的梦 冷汗早已经近视了她的后背 她勉强地看了一眼表 时针正正好好的 只在了午夜十二点的位置 她轻叹了一口气 没想到 自己竟然一觉睡过了这么久 外面不知何时 下起了大雨 雨点噼里啪啦地 打在玻璃窗上 刺骨的冷风 顺着窗缝 吹了进来 她七零零打了个寒颤 摸索着下床去关窗子 摇曳的树影 映在玻璃上 好像一只只枯瘦的手臂 在疯狂地向里面抓挠着什么 这是 楼上的天花板上 突然传来珠子滚落的声音 一颗 两颗 三颗 在地板上拖起一阵长声 唐瑶心里一领 用手敲了敲窗 响声竟然戛然而止了 难道楼上还有人住 可是李廉长没有说过 唐瑶越发觉得 这栋房子有些鬼气森森的 她急忙跑回床上 蒙着被子回想起刚才的梦 旁边并没有人躺过的痕迹 她放心地闭上了眼睛 刚刚那张哭泣的脸 渐渐消失在了她的眼前 可是 就在唐瑶昏昏沉沉 快要睡着的时候 楼上忽然又传来了女人 若隐若现的哭声 她蒙紧头上的被子 试着不去想 可是房间里 静得甚人 哭声显得越发的清晰 好像跟刚才的不太一样 这是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 她机灵一下 从床上坐了起来 我没做梦 这是真的 刚刚在楼上扔珠子的人 竟然在哭 那声音断断续续 似乎在低音些什么 如同女鬼的叫声般 悲惋凄凉 怎么办 这里不会是个鬼宅吧 唐瑶瑟瑟发抖地窝在床脚 难难自语 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些调 随即 她又为自己这样的举动 感到有些可耻 好歹我也是学医的 实体都不怕 竟然被女人的哭声吓成这样 这说出去 岂不成了笑话 意识到这里 她深吸了一口气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剧 谋杀毕加索 改编自网易云阅读 萌鸣小说 作者 雨晨 演播 喜道公子 由三十刻度制作 第101集 听了刘柯的话 段景琪说 那你去了吗 我偷偷去过 可是我远远地看见她在碎尸 马上就跑了 我姑且认为你说的都是真的 可是有一点 我想不明白 她既然发现了你 为什么不杀你 反而每次杀人都要把你找去呢 段景琪目光灼灼地审视着刘柯 越发地觉得 这个女孩有点意思 刘柯害怕地摇摇头 我不知道 可能她觉得好玩吧 也许是为了杀鸡进口 她怕我把她的事情说出去 所以故意吓唬我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 我不敢报警 就算报警 谁会相信呢 这个人特别狡猾 万一你们抓不到她 她反过来报复我怎么办 而且她说过 如果我报警 就要杀我全家 中和已经死了 我不想成为第二个中和 你怎么就知道 我们抓不到她 你这么做 等同于是她的帮凶 如果你早点报警 说不定就不会死这么多人了 难道我报警 你就能抓到她了吗 她穷凶极恶 已经杀了这么多人 你们不还是没抓到她 只能拿我当替罪羊 到现在 连中和是怎么失踪的 你都不知道 还要来诬陷我这个未成年人 刘柯嘴不饶人地瞪着她 又恢复了刚才的样子 断井旗一吹胡子 强压住怒火 毫不客气地说 但是有人告诉我 于小曼失踪那天晚上 曾经跟踪过你 是 我知道她跟踪我 本来那天凶手 给我留了个地址 我害怕不想去 结果被于小曼发现了 她不相信我 天让我带着她去 没想到 快走到的时候 凶手突然出现 我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太害怕了 掉头就跑了 之后就再没见过她 你把她扔下了 是她自己没跟上我 我早就提醒过她 不要去那种地方 是她偏要去的 可是既然你害怕她 昨天晚上 你为什么又偷偷 跟去了案发现场呢 她每次都用这种方式折磨我 我受不了了 我知道 她早晚也要杀了我 所以我想暗中跟踪她 抓住她的把柄 至少我要先弄清楚 她到底是谁 她照你这么说 你昨晚是去抓她的 刘柯肯定地点点头 段景奇突然一敲桌子 刘柯和他身后的警员 都跟着吓得一哆嗦 你撒谎 我们赶到的时候 你手里明明握着斧头 你分明是准备分尸 不是这样的 我跟了她一路 可是她进去之后 人就不见了 我想她一定是发现我了 所以躲在附近 准备把我一起杀掉 所以我才会捡起斧头 保护自己 没想到 这个之后你们就来了 说到这儿 刘柯转了转眼珠 似乎在思考什么 忽然她好像想到了什么似的 激动地看着段景奇 我明白了 她是想嫁祸我 一定是 就算是她想嫁祸你 你怎么证明她存在 刘柯张了张嘴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她咬着嘴唇 脑子里飞速旋转 段景奇不耐烦地逼问道 你到底能不能回答 刘柯急得面红耳赤 这可能是她唯一的机会了 突然 她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 灵机一动说 她给我写过纸条 就在我的桌堂里 不行 你们可以去找 段景奇狐疑地瞅了她一眼 摆摆手 身后的陈栋 惠意走了过去 半小时后 陈栋回来了 在段景奇耳边 低声说了些什么 她听完之后 不屑一顾地看了刘柯一眼 你玩这种把戏有意思吗 哪有什么纸条 你觉得你现在拖延时间 我就不能给你定罪吗 刘柯一脸懵圈地看着陈栋 又看看她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别再装了 根本就没有什么纸条 你彻头彻尾就在撒谎 也不存在那个神秘人 你就是杀死那些人的凶手 刘柯一下子懵了 他昨天离开的时候 桌堂里明明放着两张纸条 一张是凶手威胁他 让他去帮忙碎尸的 上面写着 我看到你了 在那个碎尸现场 还有一张 是那个人最近 留给他的 昨天的案发现场的地址 上面都没有提及过 对他不利的话 他是算好了 才敢让段景熙他们去找的 可是 他们早不没晚不没 偏偏卡在这个捷舞眼上 不见了 眼前那个黑脸的警察叔叔 还在虎视眈眈地盯着他 那犀利的目光 仿佛在问 你这个杀人凶手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突然 刘柯的脑海里 闪现出一个想法 他怀疑地看着 陈栋和段景熙 你们说没有 可是我昨天走的时候 明明就放在那里的 不会是你们为了诬陷我 故意这么说的吧 段景熙看着刘柯不禁乐了 想不到小小年纪 你还学会了倒咬一口啊 这时 突然有人 敲了敲审讯室的门 段景熙回头看去 只见萧承 探尽半只头来 他一脸惊讶地问 你来干什么 你出来 我有话跟你说 段景熙皱了皱眉 看看眼前的刘柯 抬脚走了出去 你有什么事快说 我争审讯呢 你难道真认为 他就是杀人凶手吗 感情你一直都趴在门外 听我说话呀 你竟然偷听我审讯 不都是为了办案吗 咱俩都这么熟了 何必斤斤计较嘛 你说 你到底怎么想的 你真相信 他就是那个连环杀手 眼下没有任何证据 可以证明 他说的那个神秘人存在 现在所有的证据 都指向他就是凶手 这就是事实 而且 这个女孩 绝对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 可是从你内心来说 你觉得所有案子 都是他做的吗 你认为不是吗 姑且不说 这么大一个女孩 能不能杀人 就算他是凶手 他有什么必要 非要用这种方式杀人呢 岁师后在主州 这未免太引人注目了吧 而且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 他哪有那么多的人生阅历 能接触到 亚诺玛玛的这种变态文化 你就没有问问他 而且这些案子的作案手法 计划几乎都天衣无缝 你觉得这是一个 这么大的孩子 可以做出来的 那你觉得就凭你这些猜测 就能否定他的罪行吗 当然不是 我跟他非亲非故 只是说说我的想法 你不妨也听听 他想说什么 这时 只听审讯市里的刘柯大喊 我还有话要说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订阅